近日,歌手张咪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则令人心痛的消息 他透露,自己在抗癌五年后,不幸再次被确诊患上第三种癌症 这一消息让众多粉丝和网友感到震惊和难过 张咪在文中表示,这次的确诊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更令人揪心的是,为了治疗这种疾病 他不得不接受手术,切除半个舌头 这意味着,他未来可能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自由的歌唱 这对于一个热爱音乐,热爱歌唱的歌手来说,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尽管面临如此艰难的局面,张咪依然保持着乐观和坚强 他希望大家能等他回来,这不仅是对粉丝们的承诺 也是对自己的一份鼓励和期待 张咪的抗癌之路充满了艰辛和挑战 但他从未放弃过对生命的热爱和对音乐的追求 我们相信,在未来的日子里,无论面临怎样的困难 他都会以更加坚定的信念和勇气继续前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